新的市對二三開市 跟中學生煮BNT疫苗 市長臨地見 早上也去到學生 學校來關心這些學生小孩 不過有一位學生小孩 因為最近這兩天 尤其中在發言 煮之後 什麼時候五晚上 加在休息之後已經沒事了 新的市 開放學校煮BNT 二方山 新的市 暗算第十月 契北之前 完成三萬兩千多的 學生的疫苗接種 二三這天 煮車現場一個高中生 可能因為這裡載到等危險 以往下煮了 黑暗現 加在休息之後 已經遺憾症 因為聽說之前還有很多不同疫苗 然後打了很多人 都會發燒那些現象 所以現在有點怕會有那些現象 不過在在煮疫苗之前 鄉山高中發出一場通知堂 店頭閉著不煮疫苗的人 不可以參加夠有流行跟公民訓練 他們去外界的經驗 還好趕緊對外就欺負 學校是基於保護學生的安全 可是原則上我們還是會尊重家長的意願 讓孩子可以很快樂的參加 我們的校外教學 那對這個事件造成家長的困擾 我們也深感抱歉 確實有些不妥 讓家長有一些不同的意見 不過昨天第一時間 校方也將這樣子的公告撤下 另外校長也表示歉意 校友處基礎 雖然說學校是希望 學生可以盡量煮疫苗 不過這才的規定 是不可以影響學生的環境 目前已經要求學校 特效相關規定 記者主要請問 記者君和信蝶保德 記者君和信蝶保德 記者君和信蝶保德